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有人说 与其咒诅黑暗 不如点燃蜡烛 我同意吗? 我在今天环境 有各样的挑战黑暗中 我当如何点燃蜡烛呢? 今天我们起思想 以斯铁记第八章 王高举莫迪盖 并且撕下新的指令 让犹大人可以保护自己 上一章我们看到 恶人哈曼在神的公义中 被刑罚处死 而接下来神高举 遵用他的仆人莫迪盖 王把哈曼的家产 给皇后以斯铁 而以斯铁就把莫迪盖 带到王的面前 告诉王莫迪盖 是自己的家人 并且以斯铁让莫迪盖 管理哈曼的家产 王更高举莫迪盖 做宰相 把哈曼的戒指给莫迪盖 何等的奇妙 本来莫迪盖应当是一个死刑犯 即将被处死的人 竟然被王高举尊崇 成为宰相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在人看来 我们是无有被羞辱 但神里头要赐给我们 逆转得胜的荣耀 接下来 以斯铁没有停在这里 他积极向王请求 所有犹大人的性命平安 他俯复恳求君王 除掉杀犹大人的恶谋 而王向以斯铁伸出金杖 以斯铁恳求王废掉 哈曼所立的恶法 君王回应说 戒指在莫迪盖的手中 可以奉王的名写 预指 而这个预指是不能废弃的 意思是 前面哈曼所立的法不能废弃 但可以设立新的法律 来修改 来弥补过去的错误 而莫迪盖在王的 给他的权柄下 他写下预指 王允许12月13 就是原本犹大人要被屠杀这个日子 犹大人可以聚集保护自己的性命 而且减除仇敌的性命 作为报酬 就在3月23 写下这个预指 传遍了整个 国家127个省份 立刻搬行各省 传遍书山城 而莫迪盖穿上朝服 成为宰相 书山城的人 尤其当中的犹大人 非常的欢乐 犹大人欢喜快乐 摆设宴席 大有荣耀光彩 许多人信头怕犹大人 就入了犹大集 经常让我们看到 环境有恶法 要处死犹大人的法令 似乎这个法令 不会 不能被更改 但 莫迪盖 一丝铁 他们立下了一个新的法令 是我们可以聚集保护自己 我们可以起来征战 而且得胜 是的 环境有很多的黑暗 但莫迪盖 在王给他的权柄下 他设立一个新的法律 点燃一根蜡烛 带来希望 带来盼望 许多人因此 入了犹大集 我们相信 当神保护我们 荣耀高举我们 人会看出 跟随神的喜乐荣耀价值 因此加入我们 成为基督徒 我们来祷告 绝世约年代 我们在环境 很多的挑战黑暗中 让我们 与其不断地去咒骂 这些的黑暗 帮助我们起来 成为基督的真光 点燃蜡烛 用祷告 用爱带来祝福 把人带回到神的爱中 谢谢主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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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